哈喽大家好 我是广州花线仔 这期节目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中超联赛的情况 那么对于中超联赛第九轮的一场焦点大战来说 广州队最终0比1输给了上海港 对于这场比赛 广州队遗憾的输掉确实非常的可惜 因为整场比赛下来 广州队也都仅仅在第80分钟 送给了海港队一个点球的机会 其他的全部时间也都没有送给对手更好的破门机会 所以如果不是发生了这一个赛场的意外 还有重大的改判的话 可能这场比赛一个平局更加符合双方的一个表现 那么对于广州队来说 输球最大的罪人 我觉得肯定是送给了点球的爱菲尔丁 那么对爱菲尔丁来说 其实他这样的一个非常冲动鲁莽的犯规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那么之前与河北队的比赛当中 广州队已经拿到了1比0领先的优势 甚至在人数上面是占优的 爱菲尔丁也都是没有克制着自己的动作 送给了对手一张黄牌 自己也都是变成了两黄一红 被罚了下场 所以对于这个环节来说 之前的一张红牌并没有按爱菲尔丁更好的熟悉中超联赛的一个比赛节奏 那么昨天晚上的这场比赛的话 确实他在80分钟送给了对手一力点球的话 也都是让广州队整整一场比赛的努力防守化为飞进 所以对于这一点情况来说 爱菲尔丁回去之后肯定是要好好总结一下的 那么对于这场比赛 蒋光泰跟李扬领先的后方线 确实给球迷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很多人说到了 上场比赛蒋光泰的两次失误造就了广州队输球 那么对于这场比赛来说 面对上海海港三名外援的一个封线组合 蒋光泰基本上完成了防守的一个任务 所以对于这名规划球员来说 昨天确实也都是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没想到队友的一个不经意的失误 把整场比赛的努力也都是打水漂了 那么广州队前9场比赛踢完了 仅仅赢下了一场比赛 所以第10场与河北队的这场比赛将会是非常关键 如果能够顺利拿下对手拿到6个7分的话 可能对于广州队第一阶段来说 勉勉强强也算是合格 所以下一轮这场比赛非常的关键 甚至对于艾菲尔丁等等这些封线球员来说 这些比赛也都是考验他们心态调整 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 希望这一个点球过去了就过去了 那么当中的一些冲动的犯规 经验教训肯定是要总结的 希望在后面的比赛当中能够不断的提高 那么输掉了这场比赛 只能说是非常的可惜 好了 对于广州队备战的一些最新情况 我们也会持续带来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次再见 拜拜